接著就到D2了 Given that 黃先生有一天要搭的士 問我們就是他一直都不可以做到這個perfect timing until the 5th child 即是說我們part D2 就是今天我們會Given that 他是搭的士的 然後我們同時間要發生的事就是 我們會有一個5th child才有這個perfect timing 就是這樣 所以份母應該是他要搭的士 份子就是我們會有第5次才有這個perfect timing 和他要搭的士 但其實你想想第5次才有perfect timing 他就一定會搭的士 因為搭的士的條件是他頭三次都不行 所以份母先 份母是他搭的士的概率 那搭的士就是說頭三次都不能有perfect timing 那就是1-0.6867 那到份子了 份子就是說頭四次都沒有perfect timing until第5次 perfect timing的概率是0.3208的 所以就會是1-0.3208的4次方 再乘回0.3208 就是這樣 所以就按機了 那我們會有1-0.3208的4次方乘回0.3208 除回1-0.6867 出來的答案就是這個數 0.2179 就是這樣